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观众朋友您好 我们继续回到一号场地 来收看2022年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决赛 现在进入到女双决赛的这两队组合已经进场了 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陈京城和贾一帆 以及来自日本的严永龄和中西桂英 这场比赛是两队组合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手 也是一场遭遇战 陈京城和贾一帆是赛会的头号女双种子 画面当中的这是贾一帆 贾一帆来自天津 他的搭档是陈京城 陈京城今年24岁身高是1米64 两个人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陈京城还是挺强壮的 也是一位力量型的女选手 贾一帆来自天津 今年24岁身高是1米70 陈京城和贾一帆 今年主要是受到了这个伤病的影响 其实从这个去年开始就多多少少的出现了一些伤病 陈京城是这个腰伤而贾一帆是他的左脚 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克服了伤病 回到了巅峰 来看一下陈京城和贾一帆在本届亚锦赛的晋级之路 在半决赛是21比12 21比17 战胜了杜月和李文妹 这场比赛是耗时41分钟 而四分第一决赛是21比15 21比19 战胜了志田千阳和松山内卫 日本组合当中的闫永龄 今年22岁 身高1米66 她是1999年5月21号出生的 现在她和她的搭档中西桂英世界排名 仅排在第23位 在本届亚锦赛 这对女双组合也成为了一匹黑马 中西桂英 今年26岁 身高是1米70 她是1995年12月24号出生的 那这对日本组合在四分之一决赛 是21比23 然后两个21比15逆转 战胜了赛会的二号种子 来自韩国的李绍兮和申生赞 在半决赛 同样也是0比1落后 2比1逆转 决胜局是21比19 战胜了赛会的四号种子 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 来自日本的福岛游记和广田采花 正如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 这两队组合 此前在国际赛场上 从来没有交手过 严永林和中西桂英 在去年的市井赛第三轮 和郑宇李文妹 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他们是2比1 战胜了郑宇和李文妹 随后在四分之一决赛 输给了金昭映和孔熙荣 在本届亚锦赛 一共是有三个单项 都有中国羽毛球队的选手 闯入到了决赛 那前面的两个一场女单 一场混双 中国羽毛球队都是大获全胜 已经获得了两金一银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陈清晨和贾一帆 能不能帮助中国羽毛球队 把第三金给拿到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陈清晨和贾一帆 现在世界排名第一 状态火热 本场女双决赛开始 第一局的比赛 贾一帆率先发球 其实这场球 对于陈清晨和贾一帆来讲 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尤其是在后场 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 要耐心 高远球过度 攻防转换 陈清晨和贾一帆也轮转一下 往前的强王 这就是我们说的 其实这对日本组合 能够进入到本届亚锦赛的决赛 首先说明了他们在这战比赛当中的 这个手感和状态是不错的 其次我们看到了这个强王的意识也很强 接发球快速推了一个后场 好球 好球漂亮 这是贾一帆的一个抓推突击 腰腹力量很强 杀球很有力道 刚才接发球的就是严永龄 好球 杰杀挡一个空档 对角线的一个空档 颜永龄快速地来到前场之后 他这个出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你看这个反拍 快速弹了一个底角 这对日本组合 这对日本组合 颜永龄是年龄比较小 99年出生的 这个中西桂硬是95年的 两个人长得稍微有点像 所以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 但是这个中西桂硬的眼睛要更大一些 3 4 现在站在这个前方准备发球的是中西桂硬 在后后边的是颜永龄 中西桂硬发球 好球漂亮 夹一番没有浪费陈精神在后场的直线暴力中杀 后杀前锋 分一个对角线 对角线过度不错 这个陈精神在往前的手感非常细腻 并且他的球风比较大胆 敢想敢做的一位选手 刚才在往前那个正拍勾了一个小对角 球的质量很高 所以也为他的队友贾一番 迎来了一个后场进攻的机会 接内球 球发的稍微有点高 烟勇零发球 偷发一个后场球 放完这个后场之后自己也没有准备 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前场 这是一个机会球 这贾一番的这个放网放的有点高 但是日本组合 其实脚下慢了一步 脚下慢了 你从这个中后场走到前场来之后 其实已经没有击球点了 没有他想要的那个对角线的一个击球点 有点高 圣经纯的情绪已经起来了 陈金城和贾一帆 争战过奥运会的决赛场 东京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 这对组合还是2017年世锦赛的冠军 是一队见过大场面的组合 我觉得像今天亚锦赛的决赛 场面对中西桂硬和颜永龄 我觉得两队组合第一次交手 是更有利于陈金城和贾一帆 去调动自己的 虽然对手的世界排名在20名以外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交手 所以一定是要做足准备 打起12分的精神 接发就接得不错 进入攻防之后 这球速就不会很快 陈金城 刹直线 界外 这是贾一帆在后退当中的一个判断 贾一帆是左手持拍 陈金城是右手持拍 江金城 是这场比赛 陈金城和贾一帆的场外指导 中砂和软压相结合 这放我质量高 太可惜了 这一看到陈金城 已经来到往前 这中路 中路的一个往前这个位置上 这判断特别准确 对方也是 这个收掉了一个中路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有点可惜 但是就通过这个球 我们也能够看到 陈金城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预判 特别大胆的预判 并且预判的还很准确 对方是后场进攻啊 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前后的站位 并不是防守站位 几具特点的一对女双组合 比分没有拉开 严永灵和中西桂英是7比9 落后两分 这两个发球发得都不错 发完球之后 自己的第三拍的这个线路 都是给到了陈金城和贾一帆的空档 再追一分8比9 偷发一个后场 因为前面有这个 进王小球的牵制 好球 这球发好了之后 只要陈金城和贾一帆的第三拍 能够跟上 能够站到上风 基本上这个中前半场 严永灵和中西桂英是很难摆脱出来的 并且陈金城和贾一帆手上也有很多 这个发球的变化 这个是特别微妙的 11比8 陈金城和贾一帆领先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0秒 20秒 教授 请你帮助 离开 从开场来看 这对日本组合 颜永灵和中西桂映 在这个前面这个阶段 后场杀球 并没有太突出的地方 基本上陈情诚和贾一帆的防守 能够去应对这一切 最主要的还是发接发 我们在这个 对方发球的时候 我们的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之下 被对方的这个第三拍 已经连续得到了两分了 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 打起来这种多拍 陈情诚和贾一帆 赢球的概率还是更大 中局阶段 尽可能地把比分给跳开 陈情诚发球 应该是没有 比方提高 多比方提高 满足 非常分极 不错 喜乐 分极 你我看 你不打开 对方kap 中西桂英发球 刚才日本组合突然 抽的这个高球 对 突然反派顶的 这板高球很到位 陈京城来到后场之后 比较牵强地杀的这板球 直接被 严永林和中西桂英给抓到了 接下来直接顶了一个空档 这也是 严永林和中西桂英的一个 小的战术 小的套路 就是让你进攻 但是我需要前一板 这个到位的高远球 来限定的进攻 然后我用自己的正拍 站位比较靠前去抽你一个空档 后场没进攻 我就敢偷发你后场 去干扰一下节奏 杀直线 连贯往前 被动就再挑起来 耐心去找机会 那贾一帆来后场了 后杀前锋 往前锋往 给落 漂亮 连续的进攻 已经超过了五板以上 陈京城和贾一帆 打得很有耐心 中场杀不死 就前场锋往 前场如果一板杀不死的话 也要耐心 最后是陈京城 在往前的封网 37拍的一个多拍 所以在女双的赛场上 超过80拍以上的这种多拍 是很常见的 但是我们看在这个近几年 女双的这个进攻性 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有点半场 再往后顶 攻防转换 好球 这板对角线杀得不错 陈京城在后场 贾一帆盯住往前 队友现在有空档 收掉两个人结合布 贾一帆杀直线 确实比较难缠 这对日本组合 好球 其实对于女双的比赛来讲 一旦后场进攻 创造出来了前场的机会 前场的这位女选手 就一定要敢抓 敢于形成下压 刚才就是陈京城 在往前一共是两拍 抓到了机会把这个球给杀死了 就抓住对方揭杀挡网的机会 51拍 陈京城和贾一帆 相比对手来讲 这个进攻性还是要强很多的 中国组合能够通过进攻 去创造得分机会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严永灵和中西桂硬 在这种常规的后杀前锋的这样的战术组合当中 基本上没有前场锋网的出现 所以足以见到她的这个后场的 就杀球的能力比较一般 还有就是陈京城和贾一帆 这个 接杀顶后场 不管是接杀顶后场 还是接杀挡网 这个质量都很好 终局阶段 比分跳开 16比10 陈京城和贾一帆领先 贾一帆的两板杀球 中西桂硬没有顶住 刚才贾一帆的这个发球 虽然是被接发球的一方给抓到了 但是陈京城的回应更加致命 正拍对角线 刚好是一个底角的空档 现在面对往前的陈京城 严永林和中西桂硬 感觉有点顶不住 19比10 陈京城和贾一帆抓住了 第一局的中局阶段 迅速地把比分给跳开了 真快 如果接发球 严永林和中西桂硬已经有两个接发球 推到了同样的落点 但是都被陈京城 给成功地化解了 并且直接形成了得分 陈京城一个是用自己的正拍 直接推直线 另外也是一个用自己的正拍 推了一个对角线底角的空档 二十比十一 陈京城和贾一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八球直接被裁判给吹了 八球伟立 二十一比十一 中国组合陈京城和贾一帆 非常轻松地先拿下了第一局 耗时二十分钟 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 还是在陈京城和贾一帆的掌控当中 两队组合在技术的能力上 还是陈京城和贾一帆要高很多 感觉不是在一个等级上 第二局的比赛 严永霖和中西桂英肯定在这个发阶发上 在中间半场上会比第一局打得更凶 陈京城贾一帆一定不能松懈 因为不管是四分之一决赛还是犯决赛 面对李少熙深深赞 不倒游记和广田采花的这两场球 严永霖和中西桂英都是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 展开了反扑 所以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 不管第一局在这个比分上有多么的悬殊 在场上都要这个注意力集中 本届羽毛球押紧赛 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个单向上 一共是派出了三队组合 分别是陈京城贾一帆 杜岳李文媚和张书贤正宇 杜岳和李文媚在半决赛是0比2 输给了陈京城和贾一帆 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获得了本届亚锦赛的铜牌 张书贤和郑宇在第二轮是0比2 输给了李少熙和深声赞 大比分陈京城贾一帆1比0领先 第二局的比赛 贾一帆发球 这本球这个揭发球 我们来看揭发球正拍勾对脚 这个性能很高 那贾一帆正拍被动挑起来之后 是一个半场球 被中西桂硬给半场突击对脚线得分了 咖啡 中西桂硬给半场突击对脚线得分了 比赛一带 刚才是杀了一拍追身 严永林来到往前之后想抢错 对质量要求过高出现了失误 还是不想起高球 想去争这个往前 连续地中刹 第一板 第二板 第三板 并且在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 陈金城和贾一帆还完成了轮转 截外球 第二局一上来 两个信号 第一个是陈金城和贾一帆的杀球 中西桂英和严永林是有点扛不住 三四板的话基本上就出效果了 还有就是在中前半场的这种平抽档 严永林和中西桂英也是要下风的 所以这场球第一局才会出现 11比21这样的比分 陈金城突然发了一个后场球 但是这个球失误了 发长了 我们看到这个中西桂英也是左手持拍 严永林是右手 所以今天的这场决赛两队组合 都是左右手的配对 发一个估计后边就不太敢发了 只要你的这种球发的不是很到位 陈金城和贾一帆都是有接发球 直接形成下压的这样的能力 把严永林给压到后场 攻防转换 踩一帆杀中路 再杀这条线 就是两拍 6 2 严永林和中西桂英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 是止步了第二轮 1比2就输给了马来西亚的陈康乐和蒂娜 德国公开赛也是止步第二轮 0比2输给了保加利亚的斯托瓦姐妹花 他们在这个国际大赛上 今年还真的没有取得过什么突出的成绩 在去年的海陆公开赛是获得了一战的亚军 这也是这对日本组合第一次战上级别这么高的决赛场 第一次参加亚警赛就进入到了决赛 也很不容易 好球 先杀一拍直线 再收掉两个人结合步 再杀直线 再掉 找机会轮转一下 对角线 封网 漂亮 只要后场的杀球把这个线路给打开 就会有往前封网的机会 线路打得越开 严永林和中西归映的防守就越顶不住 这个球是杀向了中西归映的反拍 转体之后就有点来不及了 第二局一开场 陈金诚和贾一帆就把比分给拉开了 一点都没有松懈 即便是第一局大比分领先 大比分获胜 但是陈金诚和贾一帆第二局一上来 还是注意力高度其中 抢了一个击发球 发球发的稍微有点高 正拍 推得很坚决 严永林发球 还是发后场 发后场已经两个了 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反而就是在三拍之内 就被中国组合给解决掉了 这是假动作的掩护 直接收掉了一个往前 先来看一下这个球 借外球 日本组合挑战失败 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接 陈金诚和贾一帆 11比3 领先8分 第二局一上来 第二局一上来 二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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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11比3 技术先接回来之后 陈京城发球 被动就先调起来 球 就很快就实现了攻防转换 先收掉 耐心地去找机会 就找这种 对方顶后场不到位的机会 杀追身 今天我们看到了 陈京城和贾一帆的这种杀追身 杀中路 杀直线 杀对角线 这四条线路 基本上全能做到 记住间接回来之后 再得一分 是2比3 这对日本组合得分的 这种唯一的手段 就是发揭发 他得到了 我记得有两分 都是抢了一个揭发球 揭发球直接形成下压 直接推空档 看这个接杀谢力的挡网 好球 躺后场 这球借外了 5 5 12 就是刚才这板球 陈京城和贾一帆防得非常精彩 这中西桂硬在后场的直线杀球 结合延永林在往前的封网 但是没有把陈京城和贾一帆打穿 调起来 进攻机会 这个收掉被日本组合给抓到了 也是一个大胆的预判 结内吗 这球 刚才从这个视角上来看 有点像戒外球 日本组合选择了挑战 主才是判这一分是戒外 如果这次挑战失败的话 在这局当中 严永林和中西桂硬将没有挑战的机会 戒外球 两次挑战都失败了 像这种进攻就属于活沙式的进攻了 那这对日本组合 中西桂硬 他的进攻的能力要比严永林 要更突出一些 所以当他在后场 严永林在前场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有力的战位 但是中西桂硬的这个杀球 在女双当中也排不上前列 14比5 9分的领先优势 刹得太尖了 这板球陈丁城刹的落点很浅 还要去要求这个线路出现了失误 这接发其实很有章法的 因为中西桂硬他是左手持拍 严永林发球 然后陈金城和贾一帆接发球的时候 直接去推中西桂硬的反拍 就是他的这个转体位 特别别扭 并且在这个高远球过渡的时候 也是去给到中西桂硬的头顶 输掉 输掉 杀对角线 对 封王这个机会不好 身体没有摆正 就要耐心的拦掉 再去找机会 166 羽毛球场上的这种杀球是讲究效率的 不是一味的杀球就是好 因为他这个场地就太大了 这个羽毛球又轻又小 你杀完球之后 其实你的重心在 一定程度上就会 有所失去 因为你有一个还原重心的一个过程 然后球速很快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能暴露出来 场上很多的空档 所以牵强的情况之下 就 杀球也要谨慎 也要小心 中西归硬 有点半场了 好球 这球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有点躲不开这个前场的 叶永龄 陈吉辰正拍抽的这把对角线 没有通过严永龄的头顶 就这样就危险了 防得摇摇晃晃的 三十一拍的一个多拍 日本组合把比分追到了9比16 陈吉辰和贾一帆 现在还领先7分 是 漂亮 也好 三十一拍 连续杀直线 往前的机会不好 就先放往过渡 轮转 抓到一个轮转的机会 然而收掉 杀中路 杀中路之后 这个往前 陈金城先给了 对手的一个追身 杀一拍追身之后 下一拍就直接出机会了 陈金城在往前的第一拍 也不是一拍中杀 就轻轻地点了一下 用自己的手腕 但是这个球的落点好 是一个追身球 强往强的不错 刚才是中西桂硬的枪网 漂亮 还有 其实刚才陈金城在宅房 就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 一个接杀 一个接杀 谢力的一个挡网 出现了一个放网的效果 其实都已经 有这个攻防转换了 但是陈金城的这板球 感觉是有点犹豫 到底是要推这个后场的空档 还是要放网 犹豫之间 这个放网就放高了 11-17 陈金城显得稍微有点着急 连续丢了两分 17比11 陈金城和贾一帆 还领先6分 贾一帆来接罚球 攻防转换 接下顶后场 直接顶了一个空档 半场球 陈金城打半场 你看这身体素质 这个肌肉的爆发力 不管是陈金城还是贾一帆 都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陈金城 身体素质确实是好 接下卸力挡网 有点没有接上力 好球 好球 严永林和中西贵硬的 这个杀球 确实是没什么性能 攻防转换出现得很快 对方是杀球 但是陈金城和贾一帆 手上去拿他们 这种杀球 就可以随便地去分布落点 现在陈金城和贾一帆 一点都不怕中西贵硬和 严永林的杀球 只要自己的限制到位 但是刚才的这个回合球 是杀完球之后 对方的这个接杀 直接挡了陈金城和贾一帆 一个空档 33拍 比分从8分到6分 现在到了5分 陈金城和贾一帆 还是要小心一点 虽然已经接近第二局的局末了 好球 19比13 夏海凡的回放质量不高 中西贵硬强往 这是一个回挫 又一个失误 别着急 越是面对冠军点的时候 越是面对胜利的时候 越不能着急 陈金城也在提醒自己 机会球 漂亮 陈金城后场杀追身 贾一帆在往前非常冷静 在冷静的情况之下 才会出来一个对角线的 这个往前的杀球 而是不是一味的发力 在追求线路 女双的冠军点出现了 中国组合陈金城和贾一帆 拿到了冠军点 阶内球 阶内球没敢放 杀追身 收掉 再掉往前 再掉一拍 杀大对角 攻防转换 接下最两线的摆托 非常到位的一个界内球 也让日本组合 这个严永灵和中西贵硬没有想到 那这场女双的决赛 陈金城和贾一帆 是2比0 非常轻松地战胜了 严永灵和中西贵硬 未免成功了 2019年的亚锦赛的女双决赛 陈金城和贾一帆 是战胜了宋门麻又会演员和可娜 恭喜陈金城和贾一帆 未免了亚锦赛的女双冠军 谢谢